今天要講的鄉野怪談 故事發生在一間偏遠的廢棄工廠 當年由於盛行民間資金互助會 工廠老闆將資金投入 然而後來卻因為互助會中有成員拿不出錢 整個互助會倒退了 據傳聞老闆因為損失大筆金額 而在工廠內尋短 後續吸引各路探險團隊來此處夜遊 也在屋中發現了鎮煞的法器 難道這工廠因為怨氣而聚集大量靈體 今晚團隊踏入後 發現工廠中種種疑點 當更深入探索時 怪事發生了 好 你怎麼看? 你看我一塊銀行 你怎麼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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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對我 你對我走 我給你先一隻待一隻 你幫他,在這裡先幫他保險一件 來,挖過 好,請 國國你在這邊 你站這裡 站這個地方,這邊比較安全 哇 哇,這裡有空 國國在旁邊 這,這,這動不動,這裡 你看,這裡有這麼多 來,你拿 來,我給你處理一下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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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走 你這裡自己要比較注意喔 好 走 走 走 進來 站到這裡 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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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靠 來 走在旁邊 你不要讓我太近了 嗯 摸鑫鑫鑫鑫 來 這都房間啊 這二樓三樓都是房間啊 嗯 來,你先出貨店 這都有香膏 這客廳有人來這裡都擺啊 如果樓下還好嗎 可以 好 不,這沒問題啊 你來把果果摔掉 來 滾下去喔 果果 樓上這邊沒問題 可以上來 你小心地上不要踩到那個喔 好,現在 我叫KIN去把果果叫上來 因為他自己在那邊也是危險 你們可以看一下 上面這邊都是一些雜物 還有女性的衣服 還有女性的衣服 那網友給我資訊的時候 他就沒有講到說 這邊有那麼多羅層 蛤 那相片不要拍 這是屋主的照片 這是屋主的照片 來 走下去 這個是之前那個人家可能來這邊探險的時候 有燒的 其實他這一個房子這樣廢棄了 裡面那麼多鏡子 真的是很不好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屋子裡面會有 動物的屍體喔 其實 像這樣廢棄的地方 其實會有動物跑進來沒錯 但是動物他們的求生本能 其實應該是可以出去的 但是有時候因為房子裡面的磁場 連動物他們都會受不了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來下去不要踩到喔 這是酒嗎 啊 茶 撤回機 沒反應啊 啊 剛才 我們上去的時候他有反應嗎 就沒了嗎 上去的時候 你說你們剛上去嗎 剛上去的時候有 還是有啊 啊 後來就停了嘛 對 有處理有差啊 因為其實 他家裡面 很多 都是一種外來的 就是剛才那兩線紅 啊 村在樓下就是那個屋主 樓上是沒有 的 後面這邊整個都是那個 煙貢的那個味道 嗯 藥材的味道 OK 這個裡面是有藥材跟那個 人工師子 不好意思 今天來這裡跟你叫了 我們待會就會生日開了 希望說今天 使用這些香料給你 可以讓你有安逸 叫了 很像是 很像是 好可愛 走 走 撤起來啊 火狗撤起來啊 先撤先撤 走 感覺有點像是他在回應我們 就是 Coco Coco 跟他說要離開了嗎 Coco 然後 側軌機剛才在那邊也有反應嗎 很真實耶 因為我們之前聽到的聲音 都是比較 比較遠 比較虛弱一點點 沒有那麼直接 對 他是很清脆又響亮 Coco 對 然後再說謝謝這樣子 沒事 沒事 外面有風 好 可以切掉了 我們快要離開了 不要再跟他叫了 我不管知道 你都ıl很不壯 你可以說